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伟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就是这位老先生 您可能会问他是谁 他被人称为故宫的头号活字典 17岁就进入故宫清点门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故宫国宝经历了十多年的大迁徙 他护送这些文物 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几乎再没回过北京 1924年11月5号 中国出了件大事 末代皇帝溥仪被请出了紫禁城 当时举国上下议论纷纷 谁来接管紫禁城 紫禁城里究竟藏着多少宝贝 又该如何保护他呢 当时纳智良刚刚高中毕业 由于成绩优异 深受校长陈元安的赏识 1925年的元旦 纳智良来到校长家里拜年 没想到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们来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校长告诉我 清代的末一个皇帝溥仪 已然被强迫牵出宫外去了 现在成立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 接管宫中文物 现在最要紧的事是清点宫中 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需用不少人办理此项工作 我们打算找些学生来做这些事 你很适当 愿不愿意做这事呢 书中提到的清室善后委员会 就是专门为了清理紫禁城国宝 而临时设立的组织 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17岁的纳智良 在不经意间成为了 故宫博物院的初创元老 1925年10月10号 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 在前清门广场举行 当时故宫登记在册的文物 有117万余件 变身为《中之二》 正是变身为中国最大的文物展示区 每天对外开放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五点 尽管美人两脚的门票在当时并不算低 但是参观者仍然络绎一群 然而好景不长 刚刚开放的故宫文物 却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1931年9月 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大家明白了日本的隐心 是想先得到了东北再向南京 平津一带如果发生了战事 故宫里这些国宝就有危险 为了避免珍贵文物落入敌人之手 或使毁于战火 故宫博物院决定迁移国宝 当时身为故宫理事的陈元安 把娜智良找去 对他说 文物一旦失去了 就永远回不来 随后他们将疏散文物的工作 交给了娜智良 那一年娜智良25岁 他已经是 感谢观看 有的大如钢 还有一些玉器 一碰就碎 有的铜器貌似坚硬 却经不起摔倒 对于这样脆嫩的宝贝 怎样才能让它们 不会因搬迁而损坏呢 为了给南迁文物 提供一个防震防衰 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 故宫人专门从流利场的 古玩商店 学来文物装箱的窍门 他们还把从景德镇运到宫中 原封未动的瓷器箱打开学习 我们来看一看书上的描写 我们看以前江西景德镇 进城的瓷器 他们用木桶装运 桶里的瓷器 他们把十个碗用草扎紧 成为一个整体 一点也不摇动 放在桶里 每树之间又用骨壳 把他们隔开塞紧 使他们毫不松动 运到北平区的瓷器 没有破碎的 于是故宫人博彩重厂 统一用厚三厘米的木板 制作出了大量长一米 宽高各五十厘米的木箱 我们来看图片 这就是当时故宫人 所制作的木箱 并且他们在包装实践当中 还总结出了 文准格锦四字要诀 每件文物的包装 至少有四层 纸 棉花 稻草 木箱 甚至有时外面 还要套上一个大铁箱 这一步骤 保证了运输途中 不论是翻车 进水 损失 都微乎其微 就这样 从挑选南迁文物 到如此耗时耗力地 完成包装 故宫人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最终 二十四万多件文物 共装了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 1933年 日军进攻山海关 二月四日 故宫工作人员开始为文物起运做准备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就是当时文物起运的时候 那壮观的场面 二月五号深夜 在军警严密保护之下 一箱箱文物 从天安门运出故宫 装上火车 至此 一场世界文明史上 历史最长 规模最大 艰辛最巨的文物大迁徙 由此 拉开了虚目 那么 在 故宫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 还遭遇了哪些磨难 哪些艰辛呢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来分享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